呼贝尔先生很清楚 什么是比他的工厂更为战争所急需的工作 成千上万的人被派到了西县修筑防御工事 干的呢就是挖坑产土的苦力活 这件事啊引发了大规模的怨愤 开始啊是这些人是从大的火车站出发 但很快事情啊就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 女人们哭泣着尖叫着送别他们的丈夫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家 而那些要被送走的人就大声的咒骂或者叫骂 就像要被流放一样 有一次啊这个一列火车还没有离开城郊呢 就不得不四次紧急刹车 这列车紧急刹车了四次啊 车厢就冲撞在一起 随后啊这谣言就四起了 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故了 总之吧就是因为人家拦车呀或者 结果有关部门啊就想出了一个房 于是呢他们就干脆登车的不走这个大的火车站了 把那些常年都已经废弃的小火车站给启用起来了 专门供这些工人去这个登了 而且禁止家属送行 所有的这些遣送都是在深更半夜秘密执行的 这个在前线啊干活的那也传来了这个各种的抱怨 比如那边的工钱吧是一个小时 42到70分米 这个100分米等于1马克 可是这些高级技术师啊 他在城里边干活的话 他能够拿到这个 10个马克一天 那就是说8个小时 他能拿10个马克 那等于800分米 是吧 够不1000分米 而现在呢 这个这些高级的技工 却被迫用稿头和铲子 每天干14个小时 收入还要低得多 政府呢 开始是答应啊 这个差额会由这个劳工部付给工人的家属 可是到后来啊 根本没有兑现 女人们呢 就跑遍了各个部门 要这笔钱 抱怨开始越来越多 情况也是越来越坏 国家政策啊 不仅呢 让这个制造劳 制造业的劳力短缺了 呃 现在啊 国家政策又开始介入到了市场的一个层面 你比如这个物价委员会 它是全权根据正义的人民经济规定 价格的职权 它不是根据这个共习关系来决定的 而是由政策来决定的 那么就说呢 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市场经济原则就被完全废止了 这个物价委员会就成了价格的独裁者了 呃 这个委员会啊 刚刚发布了一个指令 就是未来价格的计算 必须根据确定的工资水平而制定 如果某处的工资水平不能确定 那么价格就必须符合规定的国民经济的要求而制定了 工会代表可以制定工资水平 价格不能超过这个水平 只有合法的工人福利开支可以支付 但如果某些行业和企业有自愿向社会做出贡献的 则这部分贡献不能计算在内 新的法令规定的降价将立即在有关企业实施 这呼本先生啊 一看这个命令啊 就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他可是呢 只能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他就只能自言自语啊 对自己说 如果我要雇佣足够的工人 就只能够提高工资 而这就违反了他们制定的工资水平了 而且呢 我为工人福利的自愿支出 也是超出了法律的规定和这个规定的水平了 我这个厂子不是个别的 你连那个西门子 什么舒克特这些厂子 去年的工人福利支出是1160万马克 但是呢 为了社会福利 他们另外还要再支出1420万马克 这个就很难说是自愿的 而工人们呢 就心情恶劣 精疲力尽 工资又低 税收还高 食物又短缺 他们啊 是必须为他们的养老和疾病做些储蓄 可是呢 有些疾病啊 由于厂医不认可 那 你就得不到医疗补贴 即使是很多严重的疾病 也经常得不到厂医的认可 你比如像这个面对的这些什么营养不良了 什么过度疲劳了 这些啊 估计厂医都不认可 所以啊 这个怨恨越来越大 以至于啊 工人就开始啊 试图破坏这个工厂的基础建设了 你说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让他们保持 高速的生产能力啊 你说我要是不把这个福利啊 算到他们工资里 给到他们手上 让他们满意 我上那招工人去啊 就说吧 即便是啊 国家 即便是啊 这个国家用这个国家的名义强迫工人来我的工厂工作 可是你怎么能强迫他们好好工作呀 而且来的啊 大多数都是从那个中小产业 被迫倒闭的那些小小产业主 转过来的 这些人都是那种他没有技术这个 这个 培训过的 那这个技术工人不是说你一天两天能培训出来的 反正啊 这个整件事 它就是一个 乱局 政府又不希望我们减少投资 呃 可是呢 你要是继续投资 你就必须投资在军备这样方面上 哎 另一方面啊 这个政府啊 又想这个控制价格来降低开支 抑制这个通货膨胀 可是啊 这通货膨胀 每个月都在明显上涨 今年就是这个货币流通量 它几乎就是1936年的两倍了 而且你会发现就这个市场上的商品啊 越来越少 质量呢 还越来越差 这 难道不就是通货膨胀吗 啊 这还没把那个就是等同于这个马克等同于金钱的那个 代用卷算在里头 这要算在里头的话 那通货膨胀就更厉害了 就是它这个代用卷是什么呢 你可以不拿货币 就拿这个代用卷来 这个买东西 那不其实就是货币吗 这忽贝尔就想 你说这到底谁在这个战争经济中获得好兔了 按说啊 他这个 呃 厂主 这远那个货单 源源不断 他应该是受益者呀 这忽贝尔先生就想起来 他说当初啊 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时候啊 他就曾经说我们要以德国工业 我们是来拯救他 他以拯救者的身份 来 来 告示天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这个德国工业的这个 产业主 我应该是受益者吧 呃 可是呢 也不是 那你说人民是 哎 人民也不是 那你说工人农民是 哎 都不是 结果呢 他们把这个中产阶级给毁掉了 现在看来 没有人获益 大家都在受害 嗯 可能啊 有一些人会受益的 那就是 依靠着权力 为了权力而活的那些人 哎 这个 这个贝克尔他就反思了 这种情况下 那不就是会导致 波尔什威克主义出现了 那 那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忽贝尔先生啊 已经 发愁的 没有心思 在想这个安妮了 反正啊 在这个二十分钟 他沉思默想的这个二十分钟里 安妮 一点一点的 从他的脑子里边 消失 可是呢 忽然一下 这安妮碰碰 又回来了 回到他脑子里了 他又想到了他那可爱的 灰绿色的眼睛 金灰色的头发 还有不 还有不久前 还在哆哆嗦嗦嗦的 那个棱角分明的嘴唇 他又开始想 如果 如果让他继续 这份工作 会不会给我带来危险啊 那说 肯定会的 既然 我已经知道 他是半个犹太人了 那我只能让他离开了 虽然我不会去打那个报告 但他必须走 这个年头 男人 顾不得别的 必须为自己考虑 还算个男人 可是呢 他脑子里边 又有另一个声音在问他 如果安妮被解雇了以后 会不会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 那么生活呢 他不可以去剧院 不可以去电影院 而且呢 不可以坐在公园的长凳子上 那 一半的犹太人的学童 也不能坐吗 可是谁会知道 他是一半的犹太学童呢 这呼贝尔先生啊 就 突然想到了那个汉内斯 就是来求他找工作的那个人 他的店被迫关闭了 而且呢 这个汉内斯也不知道 给他发配到哪去干他从来没有干过的活 他也不是犹太人啊 还有那个被抓走的那个饭馆老板 他跟自己一样啊 也不是犹太人呢 哎呀 现在 我是应该没什么可抱怨 因为我 还可以 我还能够保持现状 但是我他妈的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 从轻往后 我一定要如履薄冰 你要记住 护贝尔 他警告他自己 别干蠢事 凡事 你都忍着点 忧着点 三思而行 好 我们下期见 你 好 我 对我 好 那 我 我 感谢观看